公司大厦被厚重的铁铭封锁 一场考验人性的办公式屠杀游戏即将开始 这家公司位置偏僻 员工上班都有经过重重的检查 不止如此 他们的大脑里还被植入了芯片 目的就是为了精确找到员工的方位 可是今天所有员工都被召回 就连在外出差的人也不例外 他们接到通知 有员工在外受到威胁 为了加强防卫 连公司警卫都换了人 迈克看到公司旁边有个小房子 来不及问同事是什么 就听见了一阵广播声 里面说八小时后 这栋大楼里的人都会死 要想增加存活率 接下来所有的行动都要听他指挥 然后他发布了第一项要求 半小时内杀掉两名同事 方法不限 如果没有达到要求 后果自负 所有员工都觉得这是一场恶作剧 没有一个人当真 可紧接着公司大楼被全面封锁 里面没有信号 外面也没有其他人员经过 一瞬间 整个公司与外界隔离 较天天不应 较地地不灵 公司高管查不出是谁干的 只好让工人将铁门破开 喷枪持续工作 可拿开之后 铁门没有丝毫的破损 另一个人拿手摸了摸 发现门上一点都不躺 这种材质 他们之前从未见过 楼顶上几个员工 想向外面的人寻求帮助 他们看见下面的警卫室里有人 于是对着那人招手 可人家只是淡定地喝茶 完全没有帮助他们的想法 就在几人讨论这是什么原因的时候 突然身边死了一个人 与此同时 大厦里面也出现了相同的事情 不停有人突然死亡 大家都以为有人在远处开枪 一时间场面十分混乱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 终于没有人再死了 经理走到尸体前 发现他们的伤口都不是枪伤 而是从内部爆炸的 迈克听见这话 立即捂住了自己的后脑勺 他想起来 这应该是追踪器的问题 所有员工后脑勺都安装了这个 随后他跑到厕所 用刀划开了皮肤 企图将芯片拿出来 可是广播再次响起 警告迈克立即停止行动 否则他将会立即引爆追踪器 这种方法操作失败 大家也意识到一件严重的事情 原来公司内部一直被人监视着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掌握之中 经理是个有野心的人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他必须要有武器防身 小黑掌管着枪弹式的钥匙 他想得到枪支 就必须从小黑那拿到钥匙 可是小黑非常有职业操守 只要他还是公司的员工 钥匙就必须放在他那 谁也不许动 经理在这碰壁 只好另想办法 这是一家大型公司 员工却排队跪在地上 被经理拿枪吹着 随后一枪接着一枪 每死一个人 经理就会数一个数 因为这是他们的任务 一个小时前 他们听到广播 两小时内必须杀掉30个人 如果没有人完成任务 将会有双倍的人随即被杀 有过上一轮的经历 大家对此深信不疑 也就是这样 很多人都崩溃了 他们不想杀人 但也需要武器防身 可这样的行为 让其他人感到恐慌 谁也不知道 谁有杀人计划 下一个遭殃的人又会是谁 场面非常混乱 迈克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 他引导大家商量对策 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逃出去 修理室内 有一名员工心态炸裂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然后将面前的同事给杀了 躲在暗处的新人目睹了一切 他尽量隐蔽自己 可还是被男人发现了 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被传出去 男人抓住女孩小灭口 谁知女孩也不是好欺负的 一个蹬腿 男人被撞到了身后的墙面 墙上有突出的铁钉 男人就这样死在了女孩的手里 另一边 迈克将他们的局势分析了一遍 他认为就算杀了30个人 外面的掌控者 也不会让他们活着出去 经理有不同的想法 他说就算最后不能出去 但是现在按照要求做 还能给大家争取时间 两封意见不合 大多数人都反对经理的看法 小美提出建议 他们可以写求救布条 挂在大楼的顶端 这样过路的行人 看见了就会来救他们 经理第一个反对这个方法 他们这个地方一个行人都没有 等路人发现 可能两个小时早就过了 可不管这个方法有没有用 他们都要先试一下 毕竟就这样待着等死也不行 大部分人去做布条 经理却在拉拢人脉 等小美发现 公司的喷枪早已经不见了 经理拿着他去破坏了枪弹室 他还是想得到枪支的支配权 迈克尝试与他沟通 但是失败了 小黑干脆利落地关掉了阀门 强制暂停他们的行为 经理的人恼羞成怒 想对小黑动手 小黑迅速掏出一把枪 轻易逼退他的动作 眼看小黑的情绪非常激动 迈克及时地安抚他 让他不要冲动行事 可是经理的人将这样的行为 当作示弱 他们固执地打开了阀门 继续破坏枪弹室 迈克无话可说 只好用行动来表明态度 接着他拿了小黑的枪 将喷枪管子打断了 因为这件事情 两人正视为敌 求救布条已经做好 大家带着这个东西去楼顶 可还没有挂上去 楼下就有两个警卫 对他们开枪 一个员工的时候受伤 布条也掉下去了 迈克不愿放弃 拿着另一个继续挂 但楼下的子弹接连不断 旁边的人怕迈克被打死 及时阻止了他 再一次行动失败 迈克的心态有点崩 好不容易调整好 下楼的时候又被经理埋伏 迈克中枪倒地 但他没死 因为经理的人只想拿到钥匙 见小黑一直不给 他再也忍不住 拿刀捅了小黑 钥匙到手 经理将这些枪支瓜分 然后命令所有员工听他指令 他挑选出一部分人 让他们跪在地上 然后开枪 将他们一个个都打死了 这只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 但遍地都躺着尸体 为了能够活下去 员工在里面自相残杀 经理仗着有枪 随意决定员工的生死 就在此时 大厦突然断电 周围一片漆黑 大家都四散逃走 经理为了完成 杀掉三十人的任务 肆意开枪 当人都跑完的时候 应急灯亮起 小美不小心发出声音 引来了经理的人 她躲在暗处 看到对方进来 就将人打趴下 失去先机 那人不停地向小美求饶 小美是个心善的人 最终没狠下心 放过了她 随后广播响起 通知他们少杀了一个人 没有完成任务 接下来 他们将要处决三十一个人 一个接一个 不停地有人爆炸 谁也不知道 下一个会轮到谁 当大部分人都死完的时候 广播声再次响起 她给出了最后一个任务 一个小时内 杀最多的人就能够活命 刚刚经历这么大的冲击 大家都想活命 于是每一个人 都成为了杀人利器 当然 也有人还在想办法逃出去 他们取出死者头上的炸弹 收集在一起 打算用这些炸弹 将门给炸开 小美听到这个办法 就去广播市叫迈克 她希望能跟迈克 一起活着走出去 迈克在不远处听到广播 立刻动身去小美的身边 小美一见到迈克 就将这些炸弹全都给了她 两人还没说什么话 身后就有一个员工 拿着火把扔过来 她想杀掉这里的所有人 很快 其他人都死了 迈克带着小美逃跑 而躲在暗处的经理 看准时机 开枪杀了员工 小美在刚刚的混乱中受伤 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 迈克很无助 她想让小美努力活着 可这种事情 根本就不受控制 很快 小美就没了呼吸 至此 整个大厦 就只剩下经理和小帅了 两个人为了活命 大家都是下死手 他们都没有武器 只能缠住对方 不让对方有可乘之机 不远处有一个工具 被迈克看到了 他拿起东西 就往经理头上攒 反复几次后 经理也死了 这场游戏 到此结束 广播事实响起 通知迈克 他是最后的幸存者 两名警卫出现 将他带到一个小房间里 这就是广播的幕后主持 他告诉迈克 这是一场游戏 可以观察出人性的游戏 接下来 他要问几个问题 回答完问题 迈克就可以离开 迈克觉得非常荒唐 完全不想回复这些问题 他说 在进来的时候 他就把炸弹放到了警卫的身上 很快 炸弹就会爆炸 趁他们注意力被转移 迈克抓紧时间拿了枪 三两下 就将这些人都解决了 走出小屋 迈克像是彻底得到了解脱 他扔下手枪 感觉到外面世界的可贵 到此 电影也就全部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可以为我点个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